就是 希望自己是黑人 爆發力還是不夠好 就算你假裝多騙起來 人家爆發力好 跳起來 跳一拍 你第二拍上人家 第二拍也起來 還是改得到你 我現在就是 我是讀會計嘛 所以就是 中快 現在學中快 對啊 學校其實就是現在 因為我在紐約嘛 所以比較嚴重 基本上學校現在都關門了 所以會提早回來 是因為就是 因為在那邊沒辦法練球 然後其實出門不太方便 所以就提早回來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美國的遠距離上課 比台灣算是已經 已經算是已經蠻成熟的 因為其實 像我們平常 有些老師可能在曼哈頓 我們在倉島嘛 所以其實我們上課也是 就算坐在教室裡面 也是透過電視螢幕上 所以其實這個系統已經 算蠻成熟的這樣子 然後隔離十四天 然後隔離十四天嘛 然後四月四號解除嘛 然後因為師母說 很多學校怕那個疫情 所以我就多隔一個禮拜 才過來這樣子 隔離十四天其實就是蠻放鬆的 就是每天可能就是 因為那時候剛好期中考 所以就在家可能就是念書 然後可能就是 點外賣 然後對這樣子 就是覺得 嗯 去年沒進八強蠻可惜的 然後我也覺得就是 其實 我覺得大家都有點對 風暴太 太苛刻了 因為畢竟 他們才高一 雖然條件好 但是其實 也是才高一嘛 就是 還是真的比較不太成熟 對啊 可是 我覺得他們其實蠻不錯的 就是以我高一來講的話 我覺得他們算是蠻強的 對 所以這次回來希望 可以就是跟他們 多練習 因為很少 你遇到那麼大隻的人 來跟你 譬如說1-1 或者是 練一些低位的動作 所以就是 然後 而且有這個場地 就是隨時可以用 所以希望能夠 利用這個優勢 然後好好的來準備 大勢 大勢 對 像是昨天開始 我給我稍微跟他們講的 其實就是 打Locos的一些 低位單打的一些經驗 對 因為都是一些 小細節的東西 如果舉例來說 像是他們 像是他們有時候 打Locos的時候 他們都是靠 蠻力 沒有節奏這樣 硬去想把對方黏過去 但是其實 跟他們說其實 他們打Locos 就算是背框在他們 運球也是 有節奏的就是 一下一下把對方打 就是 其實我有看比賽 就是 這次其實跟我高野子 有些蠻像 因為他們都會遇到一些 包夾 對 然後他們可能對方起來 沒有那麼吵 他們有時候其實都會用 手去 推別人來 就是一些 他們比較大隻的進攻犯規 可能會比較明顯 然後他們可能一些對人搶球 也會被吹 然後 我不知道 忘記各路還是第一 不是有 對南湖 就是有 好像有 稍微有一些小動作嘛 就是夾到別人腳 然後 在網路上也被 罵得蠻慘的 就是其實 真的讓我有回想到 高一的感覺 對 應該 應該等我在說什麼 對啊 可是我覺得 就是 給他們時間 因為他們其實都是 蠻認真的小孩子 所以 明年 或者後年 可以蠻期待的 對 基本上是打中鋒啊 對 因為我們的 籃蠻的問題 就是 有比我高的 但是我算是比較寬跟比較厚的 所以我還是算是比較 而且我算是就是 在地位腳步算是 進攻能力比較強 所以 就原來是希望我 能夠在裡面 打中鋒 對 我覺得去美國的好處是 你 就是你 遇到的人 比較不一樣 就是 上次在台灣你可能 遇到的都是 這些人 就是衝腳 以前就打跪了 可是在美國你可能遇到 很多隊 你可能 一年打三十場 有些大概都打了二三十隊 這樣子 然後就是 很多中鋒 看起來蠻爛的 但是其實 就是你會知道他們 他們其實都有自己一套生存的方式 對啊 其實對啊 像是有些可能 他們 力量不夠 他們就可能蠻透明 就是你 他們很會 比如說做進攻犯規 或者是他們很會買犯規 這種 或者是有些那種 矮胖子 你就不知道那種 他們就是莫名其妙 就可以把球弄進去 或者他們發現就 就可以追 這種 其實蠻有趣的 其實在美國 有稍微在 加強一些 不不好意思 就是中距離 對啊 然後可能一些 面框 像從去年瓊師北開始 因為 你知道 就是三包生教練 去年是 生隊教練 他以前也是 打中鋒的 所以其實在他身上 學到很多一些 中鋒 高位一些側硬啊 用一些擋篩的 經驗跟技巧 所以其實算是 慢慢 有在 朝這個方向做 努力 然後 但是同時就是 低位單打也不能 放掉 因為現在就是 你知道 現在其實 沒有很多人 會在裡面 這樣子 思瑤其實 會打得比較辛苦 因為畢竟雖然他 也有 兩百公分的高度 但是他 還算是一個 純五號的球員 在白隊裡面 所以他在防守上面 他都是守到 對手比較高大的 一些球員 他其實在頂替上面 很辛苦 那在進攻上面 當然是 思瑤因為他的身材 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在低位 做一些動作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說 他能夠分擔到外面來 幫他的隊友 做一些擋拆 或者是 Handle 之後給球的一些下滑 去幫 去撿一些 他隊友傳的一些 小球得分 希望他在進攻面上面 能夠幫助隊友 在空間上面 當隊友往後拉的時候 他能夠快速的上擋 其實思瑤在這上面 他其實有機場 主要做得非常好 所以這就是我去年 學習 學到很大的地方 就是在一些 當你沒辦法 在LOWBO要求單打的時候 那你要如何 展現你還是 給我的團隊 做貢獻的地方 可能你的防守 那可能一些 我比較不擅長的一些 中具 就是外線 然後或者是一些 peak and roll出來的側印 對或者是一些 就是拖車 跟緊這種 對 當然自己還是要慢慢 順這個潮流 但是 還是希望能夠 我覺得 搞不好以後 會再回到 需要中鋒的時代 對 因為畢竟我真的 自己知道自己 是屬於那種 就是活動型的中鋒 就是可能 就是 可能 防守 然後跟進 板板 然後可能 就是 接小球 我就 自己知道自己 那方比較不擅長啦 所以你加強的同時 還是會希望說 能夠 做一些自己擅長的事情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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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